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医生 还有Christine 感谢赞美主 这个黄医生呢 她呢 来到我们中间 至少有十年的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 她就是有那一种 她的歌声是很美的baritone的声音 她的那个讲话的声音呢 也是非常的美 今天还是一样 Christine 她这个 她每次上来 她开始在传讲的时候呢 她就是有一个特色 她就是full of passion 然后她的脸呢 有一种transformation 喜爱合唱 喜爱传道人 喜爱宣教师 喜爱福音的施工 今天还是一样 还有我多年亲爱的童工 Peter Liu 还有她的妻子Patsy 过去十几年的服事 如果没有这一对夫妇的话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不晓得早就已经到哪里去了 Patsy跟Peter 她叫我不要讲啊 可是她对我跟我太太的事工的帮助实在是非常大 今天有她们在我们的中间 实在是让我非常的开心 好 我要把时间交给 还有这个黄医生 我们就是站在这里 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恩 就是各位弟兄姊妹 还有牧者 灵牧师 灵师母 金师母 还有许多祖内的前辈们 在过去十几年前 就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 鼓励我们 我们站在这里 给大家感谢 尤其是祖师 妻子 和所有弟兄姊妹 和弟兄姊妹 在过去十几年 都会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耶和华的万军 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的队伍 这个队伍 就是我们教会所拆派的 当我们每次想到 我们后面的这些 拆派我们的这些 这些 母会 就是你们 So when we think about who support us and help us You are the one 今天 我们用这个题目 走出大使命 活出大诫命 Yes we have to live the life that fulfill the commandment and the commission 那么 我们今天也要来谈到 这些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 说 我的心啊 应当仰望神 因祂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颂祂 各位看到的这个图画 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图画 这是一位穆斯林的年轻人在神的面前 被上帝的爱所触摸的一个镜头 So this is a very touching picture As you can see now a Muslim young lady Okay her heart has been touched by the love of my lord and this is okay when she felt the love of the lord and that's how she behaved you gave 这个经节在真言第十九章十七节 帮助人赏还的是耶和华 連续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它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 这张照片里面就是看见我们 一位穿着橘红色衣服的那位华人宣教士 他在那里用怜悯的心肠付出了他整个年轻的生命 在非洲帮助需要的人 而且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一个传道人 非洲的传道人 所以我们的中国的仇人 用了一个心和怜悲的心 的心和怜悲 帮助人在阿里面 教他们怎么服侍了 这一次 我用非常感谢天父的心 来给各位看一看 这一支小小的华人队伍 在过去二十年 神就带领了一百五十多位 通通都是华人的宣教士 去到了这么多的国家 将近二十个国家 长久的住在那里 当宣教的工人 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 最新的今年的神的作为 在伊朗 在马来西亚 在南苏丹 在乌干达 我曾经有弟兄姊妹 在我们分享过了之后 她都免不了的来问 说你们怎么知道 要去哪儿呢 真的 我们打开地图 这个人海茫茫 我们要去哪儿呢 感谢主 神很早就让我们 清楚明白的知道 神是我们 祂的话语 祂的带领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一步一步地 跟着神的带领走 祂就要你去到 祂要你去的地方 来到了红海的前面 后面有追兵 前面是波涛的红海 怎么办 来到了有巨人的战场上 有Goliath 那个战场上 那个大卫应该怎么办 碰到这些关口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看看神要为我们 做什么样的大事 也是我们来经历 神怎么样用奇妙的恩典 像神机一样的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地 过了许多的关口 我们来看看伊朗 伊朗是一个极度反对 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国家 所以下面几张照片 对不起我都把它能盖的都盖上了 我第一次到伊朗的时候是2015年 那个时候我们的长宣的宣教士们 就住在伊朗 他们呢 就跟自己的邻居去做朋友 跟他们旁边能够接触的人 能够帮助他们 就建立了很好的灵舍的关系 就像我们教会在这里 也成了这个四周 有许许多多 这些住家 还有这些来这里工作或求学人的 一个家 一个灯塔 一个fellowship的地方 所以感谢主这些多年 我们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行出大诫命 就是把主耶稣的爱 不是用嘴巴说 是把它做出来 把神的爱用行动传到了我们周边的人 这些人就来到主的面前 我前年跟各位报告过 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面 帮忙了一些受到困难的那些农家 他们那些农夫 因为我们宣教士对他们的关怀 没有停止过 一直到今天 他们这些山谷里面的这些庄家人 也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还有许多是种果树的 在伊朗 他们的山上非常的美丽 他们种的有桃子 杏子 所以当花开的时候 桃花 杏花 又飘香 又美丽 在那地方 有很多树 他们种植物 和芝麻 和很多 很多东西 每天都变成了 这种美丽的地方 为了要能够接触 伊朗的年轻人 我们的宣教士中间有两位 算作比较年轻点的 他们大概是五十左右的 他们甚至进入大学去念书 为的是能够认识大学生 向年轻人传福音 以为能够接触到 年轻人 两个的宣教士 有两个年轻人 有两个年轻人 在五十岁 他们在学校 认识大学生 让他们能够接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两三个教会 我说的教会就是小型的家庭教会 长宣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签证 平常人去短宣比较容易拿个观光签证 可是长宣 耶和华的万军我们一百多位宣教士 要跟当地的政府申请到的那个那个那个visa 是要long term的visa 所以比较麻烦 越是危险 越是困难 越是麻烦 我们越看见了我们的神在掌权 在祝福 在带领 whatever we encounter any kind of difficulty or dangerous or whatever you can see our lord is be with us to help us 所以伊朗的那个那个馆那个签证的就一天到晚盯着我们啊 问你们怎么能在这儿待那么久 你们是做啥的呀 我们说我们做买卖的 我们是开餐馆的 我们还果然跟当地人合伙 我们开了一个花园餐厅 我们这些宣教士都是读书人 真的不是开餐馆的 但是可以学呀 对吧 但是感谢主 我们就因为了这个餐厅的缘故 我们可以有目到有来我们的馆子 尤其是伊朗他们这个花园餐厅的意思啊 就是在院里面它一个像小帐篷一样 里头弄得very romantic 你哪一个group进来就是在哪个帐篷里面也没人偷听 所以刚好是个人谈道跟传辅音的好地方 所以各位会为我们这个方面来守望跟祷告 所以各位会为我们这个方面来守望跟祷告 下面我们来马来西亚 尤其是东马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情况 在马来西亚 尤其是东马 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在东马的这个有一个岛很漂亮叫沙巴 那个地方呢它的海洋跟海岸中间有许多是从菲律宾 那个上面能够migrate 游他们就一蹭一蹭的想移到这个马来西亚住的这种海上的游民 在马来西亚 尤其是东马来西亚 那是一个地方叫沙巴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但是我们发现那一群的菲律宾 他们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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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将近一百万人 所以当地的政府对他们没办法就设立了一些监狱 专门把他们逮来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把他们愁愁愁愁成一船 把他们拉到海里去丢在别的荒岛 Even though Malaysia is also a Muslim country but they don't like this kind of people they even call them the poison worm and whenever they have so-called do anything wrong they will arrest them and put them into a concentration camp like this 这个是我们上回去到那儿 我自己用手机拍在路边拍下来的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同工在海边 看这些游民从海上来 一蹭一蹭的 他们没有拘留权 也不能上岸 就在海边的那个沙滩泥巴里头 搓几个棍盖起来的房子 So this is a picture taken by our missionary over there OK So those people when they migrate to Malaysia by the soil area they built a wooden shut this kind of a place like that and to stay there 今天我们来的两位同工 Peter跟Patsy 他们也是亲身去探访他们 这个是他们去年吧 去到那个地方 那这一家人呢 是离那个海岸稍微远一点 他们大概来了个几年 不是刚到的 他们还可以捡到一点皮 移在里面搭一搭 就这么一个铁皮屋 可能住三家人 So today that our co-worker comes with us Peter and Patsy they visit the area so the owner of this the owner of this house maybe he migrate there a long time ago he was able to go to the soil and build a house like that 这是春天 今年春天 我们有机会也去那边 啊 我们看见的那些 就是住在那个 烂泥堂海边 我们想到海边都好像 Hawaii一样 very romantic 他们在那边居住 因为也没有厕所 也没有公共设施 那整个的那个 非常的味道不好闻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烂泥滩 就是难民营不如 So this spring Christina and I we visit that area and you see that those people live in a place without any facility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we can see that they're living in that place and nothing but feel of the human waste it's very smelly and very very poor situation 就是这样 就是不 还是不合法的 也是他们的政府正在取替的 So even though they're living in such as a poor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still did not want them to stay there 政府把一些人的房子 给扒了给烧了 神让我们在发现他们之 那个时候大概两年前 万军就在那个地方 花了真的不少的银子 才租下来了那么一栋三层楼 楼下我们开一个铺子做遮盖 二楼三楼 我们就来帮助当地的这些 年轻人 后来有好心的邻居 跑来通风报信 说警察来抓人啦 所以我们还要把这些孩子们 赶快都送回家 然后雇了卡车 来把我们那个家当 赶快疏散 然后退了房子 我们也逃亡 那我们看到我 那些孩子们 在这些地方 那些件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是 我们被这些电话 我们建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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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We make them a lot of things, however, some of the know-see neighbor, and they find there's a lot of children running around that, okay? They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is supposedly coming to catch up. But then, some of the nice people, they come to us and said that someone had reported, rather escape now, that is the scenery. That we have to rushley very, very fast and mov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run the rescue away, 我们一个都没被抓到 感谢主 然后我们的宣教士心里面非常的疼 我们想念这里一百多个孩子 我们服侍他们一年了 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呢 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就出去 在附近海上的海岛 去找他们 也到更远的地方的海滩 去找他们 我们就这一段时间 我们回来大概五十个孩子 我们就在更远的海边 在那个地方给他们饭吃 帮助他们 我们逃避了政府的权 但是我们感觉很严重 我们的学生 被拒绝了 所以就像耶稣 去找他所有的学生 帮助我们的学生 所以我们去到地区的海岛 甚至去到很多区别的海岛 所以请弟兄姊妹来为这些孩子们祷告 也求祝给我们这些宣教士 还有这些义工 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能够在那种粗略的环境里面 去帮助这些年轻人 所以祝给那些学生和我们的宣教士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世界 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找他们 和调整他们的基督 我们除了那几个地方 只要有可能我们能够帮助这些年轻人的地方 我们都设立了这个center 所以他们的父母就都是穆斯林的父母 渐渐地他们看见我们这些黄脸的老宗 跟他们长得也差不多 不是坏人 他们的心就开始慢慢地放松 然后他也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 他们的心也慢慢地允许他们的孩子 跟我们在一起 这是我们在比较远的那个时候 那些地方是有点稳定的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教训 要关注这些孩子 长时间 父母知道我们是好人 他们甚至知道我们是基督 所以他们让他们的心是开放 这是我们在比较远的那个竹林子里面 我们租了一块地 然后跟那个地主讲说我们是信耶稣的 我们想来这里盖一个好像学校一样的 简单的那个校舍来帮助这一区的年轻的这些 马来西亚的这些游民 那个老头他心地虽然他是穆斯林 他心地善良 他说好 你们就做吧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又收了很多的孩子 在这个地区的地区是穆斯林 但是他有点敬心 所以我们曾经问他 他说我们像一个大学的地区 那我们要带出明白 我建立一个地区的地区 大学大学 我们认为他是静静的 但他是一个周围的 也建立一个中心 そして他让我们建立一个地方 建立一个小学 sol轮业 特别明显业 我们基督人 平静明显来 就能处理和爱与爱人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寻出大诫命 是什么 我们的题目是啥 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托付 不是用嘴巴讲 大使命大诫命 我们是要把它活出来 要把它走出来 所以我们这些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除了给他们吃饭之外呢 我们教他们很多生活的基本的技能 他们都没有念过书的 我们从一二三ABC教他们 而且教他们卫生 教他们身体健康 还有慢慢的我们也跟他的父母讲 说我们信耶稣的 可不可以把耶稣的故事 跟你们的小孩儿讲 他们的父母居然说可以 所以这些孩子 这群菲律宾的穆斯林 他们讲的是菲律宾话 他们逃到了马来西亚 在这个岛上他们要讲马来西亚话 那么英文是这一代的高贵语言 所以我们也教他们一点英文 因为我们宣教士多半都是华侨 所以我们也教他们一点中文 因为在世界上现在能说几句中文的 他有一天若是在这里落地深耕 当地的华侨也可以帮他们一把 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就会讲四个国家的语言 所以这些孩子是从菲律宾 所以他们讲的菲律宾话 现在他们在马来西亚 他们也要学习马来西亚话 然后英文是一般的语言 他们要学习 神的爱是大有权柄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的爱就进入了这些孩子的心 他们在经过我们这些老师的教导 甚至我们的领队上面那个白头发的 那个那位是万军的领队 王老师王长老 也为了这个特别的缘故 飞到那里去 为这些孩子一一祷告 就是要神的爱进到他们的心里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穆斯林信的神不是爱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他们的阿拉是一个非常严厉的 当神的爱进入了这些孩子的心 他们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造就这些年轻人 我们在过去这第一宗心 第二宗心这些 我们手上有好几十位孩子 他们圣灵的感动 他们就走来扯着我们的衣上 说我要信耶稣 大概有三十个 这个teenager 现在他们愿意信耶稣 他们住的地方还是穆斯林 对不对 他的家 他的邻居 他的隔一条街就是清真寺 他的整个的那些 就是穆斯林所笼造的 所以神就感动我们 要把这几十个孩子 要把他relocated 我们在十多再好几年前 2019是几年前 我们在两个多钟头的地方 我们曾经在那里 森林里面遍立了一个学校 可以住年轻人的 这个长话短说 就是神在那个时候的预备 那些山地的孩子没有来 空在那里 现在刚刚好 让我们这批穆斯林的孩子 能够从他的穆斯林的环境里面 能够连根拔起 来我们这里住校 供吃 供住 供教育 我们要训练一批 能够以后在这个穆斯林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里面 能够成大能的勇士 所以现在我们有三个孩子 他们想要相信耶稣 但是如果你们变成了一个基督 如果他们还在住在他们的邻居 他们会被很多人拒绝 而且他们有很多困难 他们不够成为他们 所以他们在住在很危险的困难 和困难 那是为了 我们想要带他们到一个地方 那會不會被他們避免被避免 幸好,在五年後,我們建立了另一個中心 叫做第三中心 在那裡有兩小時的旅程 兩小時的旅程到那裡 那裡,他們可以領取真正的教育和教育 今天,每一位都要為他們來守望祷告 這是我們帶來的這些年輕孩子們 我們在那裡栽培他們 教他們生活所需要的各種的煮飯、掃地、音樂、數學 當然,聖經 那些孩子們來到了第三中心 我們教他們每個生活技巧 甚至是學習 所有的技巧他們可以學習 就像一個小小的青年營 Youth Retreat那種青年營 我們在那個地方用各樣的神給我們的方法 我們在那裡栽培他們 So, we run that just like a youth camp, okay? We educate and teach all those children there 最近又有幾個玩兒 他們來到還有一些在其他中心的人 現在也陸陸續續地要求說他們要 belong to Jesus Yeah, so a lot of them say they want to come to our center They want to belong to Jesus 好,下面我給各位聽一首 這些原本是穆斯林的孩子 他們被這些宣教士的愛 是神的愛藉著宣教的事流露到他們的身上 他們唱了一首歌叫做我要謝謝你 這首歌也是代表我們萬鈞宣教士 向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 還有向我們的教會來說 聖年一小星星 聖地花一朵 你在我身邊中愛著的感動 你是我的真正心 一路知音我 無論誰會變光 愛你強強的 敬我叫謝謝你 給你和你 萬鈞宣教士 十四年 カツ言音 十四年 衰弱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弟兄姊妹 谢谢教会 你们的奉献对他们成了莫大的帮助 好 我们不舍得离开马来西亚 也要到非洲去了现在 我回头再讲一下马来西亚 以后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孩子出来 我们希望他能够造就他们 真的是成一个结结实实的福音的使者 能够改变整个那个世代 因为东南亚有许多都是穆斯林的国家 像这样子整批几十人 虽然他们这些孩子只不过是teenager 这样整批信主的这种例子 我们在河场上二十年从来没有见到 所以现在是一个神要施行大拯救的时候 好 现在来非洲 非洲呢 我给各位就讲 我们从南苏丹难民营带出来的 不是我们带他 他们从南苏丹的内战逃出来的 进入了乌干达难民营 我们在那里神怎么样 借着我们这个小小的队伍 行的神迹奇事 所以这一事话会得到 Southia 之间的 cash死了 这一 Теперь 比赛 Rich 最大美 stage 石美 1960 澳闹 当男生 现在我们所说中国的 其实 Our missionary went into the refugee camp to help them. 我按错了这个小子,我想按一个pointer,我就不按了。 在那个树下面,那个阴凉地的这些,这些都是人。 这是我们在难民营里面的难民教会,我们没有屋顶的,那就是一个教会。 我们有两三百个教会。 这个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要请各位为我们一位宣教士祷告,就是我画了红圈的东西。 他叫Iris,他跟他的双胞胎姐姐叫Sammy,他们在万军里面忠诚的服侍快要二十年了。 他们亲爱的妈妈前天去世了。 所以,这是姊妹Iris,和她两个姊妹,他们两个有20年了。 最近,她的妈妈被接受了很多。 妈妈在台湾的病床上病了很多年。 她们还是两个双胞胎姐妹,轮流照顾妈妈。 所以,有一位可以在核场上面征战。 因为她们都是两个姊妹。 所以,她对妈妈妈疲惫在喊胎床上病。 她只能送一个一天,来与服侍在阿菲。 但是,另一个人在服侍在台湾。 这里是我们在难民营里面的一些教会 这个地方我们去年来的时候 有一位僵尸母和我们一块来的 他就是 那来的时候就是 他不久就要去做万军宣教士的 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这回事 他还献尸了 有没有人记得有没有这回事 有哈 惠丽师母 她是妻子的我们的教会 然后当我们来到这里 她来到我们 那个惠丽师母和我先生 还合唱了一支宣教的中国 哎你好 这个就是惠丽师母 在南苏丹的难民营里 她是一个注册护士 所以她牧养我们的那些难民大树底下的教会之外 她还给我们那里的那些难民有很多实际的安慰和帮助 所以她在美国四十多年 好歹英文都不错 所以在那里她也教英文绘画 所以她 所以她 她怕你们看了害怕 她叫我不要给你们看太久 这个难民营里面比这个可怕的镜头更多 哎呀很多人都有各样的毛病 这个就是小孩没携穿 那个地里面的那些霉菌跟细菌浸到的身体 就烂掉了她们的脚和腿 我换一张 我换一张 这就是一个图片 不准之恶劣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我们想哎呀美国的破衣服破鞋 都没地方摆了 怎么可能他们没那种 有的是送不过去 有的是他们拿不到 我没听到 那是OK next one 好 那个 她有点重听 那个 我们在难民营里头啊 这是我们的那个树下的教会 也有敬拜 也有唱诗 也有教导 有的真的是 有的真的是 非常渴慕神的话语 所以你能看到 那里是非常平常的 在这里的教会 除了建筑 他们有所有的 教会 还有所有的 教会 和全部的 在难民营里面 八九年下来 这个难民营是联合国 这个救灾署 就是他们的难民署 在这里管理的 可是联合国的难民署 现在很穷了 没钱给难民发食物 所以他们现在领到的那个一把豆子变成半把豆子 所以在这里也是吃不饱 所以经过了多年的战争 他们的祖国南苏丹 那个打仗的炮声也停了 因为他们那些打仗的兵没有子弹了 没钱买子弹了 打不了了 所以像美国人 是肥和坏 他们没有太多资料 给他们的饭食物 和食物 和其他东西 在同时 在南苏丹 他们有很多年纪争 他们有很多年纪争 到这个程度 那些国家 没有钱 他们没有钱 去买更多武器 买更多武器 所以一些的 军争 现在回到他们的国家 所以渐渐的 难民营 有些家庭在这儿也挨饿 还不如回老家去 所以我们也有派了我们的当地的同工 去到他们的祖国在那里 帮助他们同样的建立教会 所以一些人们回到他们的国家 我们派了我们的同工 去到他们的祖国 去建立教会 你看这个场景后面有些屋子 这是南苏丹 这不是难民营了 这是他们老家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威武器库 它是回到南苏丹 因为他们有家庭 这地方我们就看见 我们需要多少的传道人 来帮助 不仅仅是在难民营里的这些百万难民 现在可能不到百万 half million maybe 还有一些回到他们的祖国 南苏丹的那些返乡的难民 他们都需要牧养 所以我们就祷告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能够培养出一批 当地人 就是南苏丹人 成为他们自己的牧者 因为购书是很大 因为购书是很大 甚至现在 现在的需要 是很高的 还有 有些返书是回到南苏丹 他们也需要很多返书 来帮助他们 为这种原因 我们必须要训练 更多人 为神的工作 By the way 在这个难民营里面 我们这种的单位 叫做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牟利组织 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我就不晓得 有红十字会 有这个World Mission 有好沙玛丽的钱包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这些慈善团体 也在难民营里面 帮助他们 这个联合国的办公室 告诉我们 它说你们这几个中国人 在这里 这个我们叫host 你们这个团队 是唯一传福音的团队 So you know that working with a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uthority you have to have a certain organization it'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o our name in that place is called a host but now among the hundred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orking in a refugee camp the United Nations o officer told us that the host the Chinese are the only people outreaching with God the art people they are not doing the gospel work anymore 所以我们需要 很多的代导 who am I who are we 我们哪里有那种能力 面对着百万难民 但是神说你去 我们就去了 so who are we what kind of ability that we have but when the Lord said go and make disciples that's why we go 同时神也让我们 有智慧 知道他们需要 受造就 于是乎我们 就开始建造了 一个小型的神学院 就在难民营里面 训练 训练当地黑人 他们有心要传福音的 或者他们原本是牧者的 来给他们加强训练 跟圣经教育 让他们能够成为 真正的牧者 so just outside the refugee camp we establish a training center we are training more christian uh christian to be become a minister so that they can help us to work in uh uganda and go to social 今年二月 我们 是第一届开学 目前我们是计划 给他十二个月的training 我们教圣经 新约概论 旧约概论 基要真理 我们还教他们一些电脑 以后也可以磨声 教音乐 另外生活技能 也教他们煮饭 也教他们很多在树林方面 要做一个牧者的一些需要 我们很重视音乐 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来 我们一定 十个手欢迎 好 我给各位听一下 我们在那里也教这些 他们在这里用的 南苏丹的难民在乌干达 主要讲的是一种乡村的 那个 那个 Arabic 就是阿拉伯的土话 但是他们这个地方的官方用语是英文 所以我们用英文给他们上课 当然我们这些老师都是中国人 我们也教他们一点中文 会一点中文就多一个本事 我现在用我们在 我们叫做host 这个神学院 我们的一部分的学生 用中文唱圣诗给你们听 这个不用翻译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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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很喜欢他 我相信他的心也掉在非洲了 他现在回到了美国重新整理一些我们的教材 可是他已经在买飞机票马上要再飞到非洲去 这张照片很美的 对不对 他们的天性是很活泼快乐的 由于战争 所以他们很多的事情他们真的是在无可奈何之中 现在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我们每次来就是说我们在难民营里面要陪伴我们的难民种伤树 要让他们的有一技之长 然后我们养伤 I mean 养残 吐残 吐残 吐丝 啊 你看看 真的都不是假 都不是吹牛的 对吧 我们这次就是刚刚的那个矿长老从非洲回来 我请他给我们带的 这是我们在非洲的产宝宝所吐出来的丝 它不是一个卷一个卷吐的 这是感谢主让我们用最新的养残方法 这是一百万个 不知道一百万还是十个 我不知道几个小宗子 他们不分昼夜一起吐出来 吐完就是这样一张丝 是 我相信我不是吹牛 这是世界上最新的这个吐丝的一个方法 是 是在这个台湾的科研院 还是农园什么 里面有一个PhD 他专长就是研究这个silkworm跟silk 这是他的PhD的专利发现的这种方法 怎么样让那个馋 让他怎么爬 让他怎么管理他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产宝宝你看 是在一个flat 一个平面上 让他住在那里吐丝的 等他真的要吐的时候 然后就大家爬来爬去 爬来爬去 就这样子 这个都没有加过人工的 Hallelujah 然后呢这个盖在身上硬邦邦的 这个是他还有馋的口水在里面 所以把它用滚水把它煮了以后 就成为这个真正的蚕丝 我们建的蚕丝被啊蚕丝棉袄啊 这个就是 假如你怕冷就多弄几条 就这样 哦好舒服哦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silk 就是直接从它变成它 我为了感谢我们伯特利教会 我把它剪下来一块 那个不晓得林牧师还是林师母在不在 可不可以我们留一块给我们教会 作为我们这些宣教士 对我们伯特利教会的一个小小的感谢 这真的是真的是一小一圈的silk 这是从非洲刚刚拿回来的 谢谢 哎呀我还掉了一块 我还有一块 好感谢主 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后面的桑树林子 你看当地的那些难民 他们参与了这个养残技术 他们也是 希望一步一步的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 我们的宣教士根本也没看过这些的 这都是神亲自带领 亲自教出来的 我用最后这一张slides 谢谢教会 我们可以十几年来一步一步的陪着我们 经过高山 经过深谷 领着我们度过很多的 很多的这些红海或者是巨人的难关 我可不可以麻烦这个Peter弟兄来给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 好 我们也谢谢教会 感谢主 我每次听Christine跟Robert他们在这边分享 都深深地感动 从大概十几年前跟他们一起 每次我听完我都觉得心里面是觉得 这两位比我年纪还大的老人家 他竟然现在已经将近八十 时长仍然未处在奔波 刚刚看到走出去的矿长老也有七十岁 上次来这边那个惠丽师母也是六十五岁以上 神仍然用这些老计在走这个千里 但是我们更是欢迎新的年轻的队伍参加万军 如果有人愿意一起来参与呢 可以跟Christine Robert他们一起联络 愿意我们在这整个宣教的工厂上面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单独地走 我们是大家一起来走这条荣耀的道路 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觉得这是怎么样一个荣耀的时刻 一个使命的时刻 主啊 你两千年前叫我们走出去 主啊 我们仍然在继续走出去 今天我们实在是谢谢教会在各样的事情 来帮助我们一起走出这样子大使命的道路 主啊 你来祝福这个博特里的教会 祝福参与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 主啊 我们在这边也特别纪念到Iris跟Sammy 主啊 她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她们在母亲在这个 在生病病痛里面的时候 主啊 她们仍然不停止她们的脚步 主啊 你来医治 来帮助 主啊 代表教会来医治 来帮助 让她们在忧伤的心情里面 能够更能够这样子更能够走出去 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啊 你在教会所做的 你要大大的散赐给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 这边的教会 你来祝福这边的教会 也祝福万军的团队 让我们一起走出来的时候 主啊 我们在天上都蒙你的喜悦 哦 蒙你有一天告诉我们 都是忠心良上的仆人 主啊 我们愿意走出去 在这个大使命上面 一起得到你的恩惠 得到你的扶持 得到你的力量 主啊 让实在是我们在前面 主啊 打仗的 我们后面看守兵器的 都蒙你奖赏 谢谢你 你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阿们 感谢观看